嗨 大家好 我是Bonnie 现在我在这地方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 对 这就是之前Max说的他那间漏水的公寓 然后因为想把它卖掉 所以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stage 然后今天也带大家看看做完以后的样子吧 就是厨房这一块 现在整个全都已经弄好了 现在因为是晚上啊 我用的是那个大疆的那个运动相机 所以可能拍出来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大家也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就跟之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之前真的是乱到不行 这个就是客厅这一块 放了一个沙发 电视柜 然后这一块刚好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 然后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小小的就是书桌学习的一个地方吧 这个地方是通往阳台的路 然后这个是厕所 这个是次卧 这里是主卧的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是主卧 晚上实在是太黑了 看不到 看不太清楚 这个床 其实如果你白天看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不需要就是很多的东西去来点缀这个床 就真的挺好看 非常喜欢 好了 这基本上就是整个的样子 现在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station 首先第一点就是station可以让客人更直观的了解到就是各个房间各个空间我应该怎么样去利用它 然后客人就很清晰明了的知道以后当我就是如果我买了这个房子我知道我这个房子可以怎么样利用 然后第二呢就是关于家具尺寸的选择 你直观的展现在他面前了在未来他买家具的时候他就知道该选择就是比如说多大尺寸啊 然后比如你卧室里边是放queen size的床啊或者是king size的床啊 在未来他们选择家具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 第三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域是在suri嘛 就很多印度人在这里 然后印度人很多都很喜欢就是金色的类型的东西 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青蛇风的里边也有一些金色的东西啊 然后再加上现代 现代就很适合公寓 就是因为公寓是不太适合很欧式啊很厚重的那种类型的家具的 这个青蛇风格呢就刚好很适合公寓来去用它 基本上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staging的一个原因 对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吧 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底下留言问我 我也都会帮你们一一解答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就帮我点个赞 也可以关注我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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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